欢迎大家来到那个万万的2019冠状病毒全球聊天室 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就是我在日本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也是我最近每次去日本呢 每次做的访问都是他帮我做现场翻译 然后也是做那个文字翻译 然后他叫Lulu 现在我觉得日本应该还没有算是在好转的时候吧 你个人觉得现在疫情有算是好转吗 还是说只是被控制住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算是被控制住吧 其实从数据上面来看 当然大家有一个疑问是说 日本人大家都不去检测 所以才会人感染人数很少 但是我就已经经历了一个月左右了 就算是没有就是很少有人去检测 但基本上已经可以能够查到 是不是有很多人被感染 但事实就是从4月初到5月为止 确实是每天大概是从两位数 8人90人 我是每天有关注 然后到100人 170 然后到200 200人的时候 维持了两个星期左右 但是就在上个星期 他们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了20人 后来就是5个人 15人 到今天昨天为止 各天的每天的增加数量 现在变成就是减少了 对是每天都在减少 当然我说是东京 可是别的地方也依然是 因为东京算是日本里面的重灾区了 然后我认为并不是 当然就是最初的时候 日本人是完全不在意这个事的 就是大家都觉得 只是疫情 就是跟influenza一样 就是influenza是什么 流行感冒 那个流感 流感 然后跟流感差不多 那后来慢慢新闻开始有 开始报一些 就是大家得了肺炎的一些 非常恐怖的状态以后 他们才开始重视 但我认为 他们被控制住的非常大的原因是 日本人本身自己就很自觉 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会戴口罩 到别人家以后会脱鞋 然后他们人与人之间也保持着距离 包括排队也不会去贴近你 就我觉得是等等的生活习惯 让他们的人数一直没有爆发的很严重 所以你觉得 因为我在新加坡有很多朋友 然后他们因为领教过印尼 就是前几个月零确诊的数字 就是1月2月3月零确诊 他们领教过那个印尼 然后现在不是证实说是因为没有没有做 因为不检测所以没有确诊 所以印尼之前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多新加坡的朋友 他们看着日本的数字觉得说 你那就是说会不会是 也是同样的那个所谓的鸵鸟心态 但你在日本你个人是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我个人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不检测 所以人数很少 可是这样想 这次的新型肺炎是一个怎么说 就是两个星期以后他会自己会变得从心症变成重症 对不对 即使是很多人没有检测 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没检测的那些人自然已经开始爆发症状 开始去医院 那日本本来医疗设施虽然技术非常高端 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有限 这也是日本开始采取措施的方法 因为专家一直在网那个电视上面说 为了不让医疗就是不够 大家一定要呆在家 那这已经过去一个星期 可是他们的医疗措施等等都还很足够 并且没有很多人入院 这就说明了 跟大家没有检测或者鸵鸟心态 我不是很赞同 好OK那就好 没有我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个人是希望日本赶快 赶快好起来了 我还想回去吃寿司啊什么的 我也是 我今年应该是在那个日本过生日的 你知道吗 我应该是在樱花季过生日的 但是那个因为这个疫情 然后那个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安排了那个访问嘛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所以无法去 蛮可惜的啦 没关系还有明年的生日 对对对 那么这个疫情 是不是在那里 是不是在那里 我们的那个疫情 然后那个疫情 那里就在那里 在那个疫情 里面 但是这个疫情 不是在那里 没关系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